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王可麗的節目 剩下三個交易日 朱年封關 還是停留在最高檔區啊 一整年過去了 這是去年一月份年初 灌破9400之後大漲 當然回頭來看的話 什麼都已經過去了 一年之前 我當時也是在電視公開講解 也是這樣說的 這記錄在傳證稿 估計灌破9400掃期限或多單停損後 會出現強力破底翻拉抬行情 這去年年初 跨年三部曲 破底翻利空頓化超底出量拉抬 嘎空手 長多 5G長多 一連串 所以 當時最好的買點在這裡 在接下來分段最好的買點在8月 另外一波大買點 很多人都看不太出來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兩兩對稱 周限是在12121對稱滿足點 所以我現在進入現在的分析 要連這邊一起講 所以在12月18號我才公開講一次要賣股票 這是分段的節奏 你既然是做長多 就一定會有分段的賣出點 不是因為長多就每天在做多了 不是這樣 12121到了要先賣一次 當天最高是12125 所以12月18號的當天盤中電話連線解盤的時候 剛好在差不多這個地方 我說賣股票 可是當時股底翻揚 一週以後 落底翻揚 落後大盤翻揚的這些股票 跟現在的 跟當時的節奏是不一樣的 你看環球晶上營 當時的亞光玉金光 12月24號之後 跟大盤不一樣走法的你看看 亞光是在這裡往上的 環球晶是正到往上的 上營是在往上的 正到往上的 被動元件國距 那時候還是往上的 聯亞光電是往上的 在這個地方 所以看個股跟大盤的落差 你就知道 你不用太被大盤的指數綁在那個地方 太過預設立場的結果就會造成怎麼樣 不該放空去放空 講得更直接技術一點就是說空太早 不要那麼急嘛 不是不能放空 是時機不適合嘛 從4機到5機 5機再到5機 真5機最少 我認為最少要走5年耶 那你就要一直空下去嘛 封關之後 封關前 封關前我一直在講的就是訊息KY 盤中電話連線解盤我每天講 在這裡每天講 我說你看到碎碎的不太會找 後面是這樣 封關後我說 既然大盤沒有跌可以買的是怎麼樣 是同心電 這邊漲過回檔 全部都回回來給你又一個機會 那同心電 這是個股啦 看個股表現 我認為上一次碰到周線12121點 先賣一次是合理的 這裡 一次碰到第二次一下 一樣馬上打回來 你看突破後回台更深 這邊小突破回很淺 再突破一次回台更深 可是馬上變成V型反轉 空單太多了 空單太快了 一下子就空進來 你看看我跟各位觀眾講過 只要每一次跳殺就是右空 只要跳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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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跳殺就是右空 我一路上跟各位講過很多次 這個觀念 這經驗談 只要跳殺就是右空 屢試不爽 都被尤其是外資控制 只要跳殺就是右空 跳殺反而右空 跳殺一彈起來就空 空單就會進來 會做這個動作 是根據技術面來的 不能說是錯 因為最主要是 只要看到跳殺長黑之後 因為每一段都覺得 前面已經漲蠻多了 所以一個跳殺下來 一個賣空訊號一出來 就覺得 我現在如果出手去放空的話 絕對是相對高檔 所以這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 你說看這個技術面 那個短線的賣空訊號 有沒有錯 不能說錯 可是就是經驗 經驗不足 我知道為什麼要放空 我並不是說絕對非做多不可 多頭它也會有回檔的時候 空頭它也有反彈的時候 你其實就是空頭裡面放空的時候 你也不是每天可以空 它有時候會強彈的 對不對 死貓跳死狗蹦了這樣子 對不對 它有時候跌很深的時候 啪一下急彈一下 有時候急彈一下 可能20-30% 你也不是每天可以放空 空在地板上 反彈的地板上都有可能 那空頭慣性的時候 那現在是多頭慣性的時候 何必去找那個回檔點去空呢 找不到 不容易抓 當然 我不負責說服跟慫恿任何人 你一定要去做多 我只是告訴你 你如果操作的話 怎麼樣的方式對你比較有利 提高你的勝率 可是不管是對自己的期待 還是找投顧老師 不要迷信生效 迷信生效是慘賠的起點 一不一腳印 對的就盡量多賺點 錯的時候呢 儘快處理 不行的股票弄錯了 趕快就賣掉 小賠一點 換股操作 做一次做兩次不順手的話 休息 看一段時間 停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總可以了吧 一定要每天操作嗎 有的時候你做不順手 你就稍微停頓停頓嘛 打麻將不是也是一樣嗎 對不對 做得這麼 手機不好就一直打 越打越背 你就休息休息嘛 對不對 就休息休息嘛 股票也是一樣啊 順手的時候盡量多做一點 多賺一點 但是你要太頻繁的跑太多短線 對你的波段 沒什麼幫助啊 你跟著我操作 你每一年都還有機會賺到大波段 我那個幾率是存在 而且是非常高的幾率 我不能跟你保證 沒人可以跟你保證獲利 但是我每一年都有大波段的操作 我都會有 至少到目前為止 你只是看哪一段時間跟著我 你參加會員的時候 剛好碰到了 輪到你賺到大波段的時候呢 我很會執行的 我做對的股票 在適當的時機我是絕對抱得住的 我不但抱得住 而且我很敢加碼的 最近你比較不容易啊 為什麼 因為要封關了 你說大戶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 會不會有些獲利條件動作 會不會有些換骨的動作 一定會有的 很合理 很合理啊 我跟我的會員講 只要是在12121點 12121點 這邊震盪越久 代表他越不會放過空頭 他暫時讓他休息 不要覺得好像動不動就是高點 只要看到回檔 就覺得哇大波段的空點來了 你看都是這樣被嘎上去的 順勢而為啊 不要預設立場 大盤的部分其實我已經講了很多了 月線的話呢 再算一次啦 我們每天還是要花點時間 7203到11270點 漲56.46% 從9319加計 複製這個漲幅56.46% 會到這裡 這是在去年12月 我已經推算 再跟各位觀眾做推算了 12月18號 每天講講到現在 那為什麼是這一波呢 因為這一段的型態 是關鍵的突破30年反壓的 怎麼樣的型態 所以要找對稱 不要找這個 也不要找這個 要找這個最接近的 而且最具有關鍵突破型態的 這邊都沒有突破嘛 這邊這邊這邊 都是碰到就下來 碰到下來碰到下來 這就是月線 這壓縮了30年 我在這邊的時候 已經在券商上班了 30年已經過了 到現在 頭顧23年了 滿23年 第24年了 解盤了 這個回測過 突破也回測 所以這個漲幅將來 會出現 所以剛剛節目 我已經一開始跟各位講 不是不能放空 但是你要注意 我講那個對稱波 月線對稱波的那個可能性 是存在的 當然放空的人是不會相信我講這些 我了解 那我再強調一次 我沒有要說服任何人 你一定非做多買股票 或是我說服你 請你放棄放空 我沒有辦法 我只是勸你 你這樣的機率是很低的 就是說你要獲勝的獲然率是很低的 那至於信不信 認不認同 你決定 那不是我說的算 我把我看到的知道的 我的估計 我都預先公開跟各位觀眾講 那剩下的 你要怎麼印證 要怎麼想法 你自己去決定 國劇 我每天講這個流程 從200多塊開始 你就要鎖定去做多 中間有很多分段的技巧 像這種 你只要一賣掉就洗掉的時候 你就要加碼加碼 當短線賣出訊號的時候 出掉之後 等到下去不跌的時候就要買回來 當然我這樣講 你覺得好像在看圖說故事對不對 我都有給各位看證據 盤中進出價位的證據 太多人參加投顧 碰到了不好的印象 可能是蠻迷信神效吧 或是被講得很神效很吸引 結果發現十之八九參加投顧的 碰到面臨一樣的問題 不管你參加哪一家 不管你參加哪一位投顧老師 十之八九 你碰到的結果是 講的都跟做的不一樣 我們碰到的反應都是這樣 我不會點名去批評同業 誰誰誰如何如何 我只是告訴你 那比例非常高 因為你們不注意預告跟證據嗎 我這邊寫 專業是看預告 誠信是要看證據的 分析師當然要分析很多股票 但你做的每一檔 你做的你上面講的每一檔股票 你操作幾乎沒有分析的任何一檔 那就不對了 我分析五檔股票 我挑裡面的兩檔或是三檔 帶會員操作很合理 因為有些股票你去分析 你不見得要帶會員去操作 但有些我是一定會執行 很適合我的會員做 我就進去 帶會員進去 要考量成交量的關係 你說這個公司好不好 以前我也帶會員做過 量太小 逆風其實是好公司 而且360張 金可KY 這個也不貴 這麼低 這個階段適不適合帶會員做 不適合 對我的會員來講 因為它量太小 我可不可以跟你分析 我乾淨你講 這兩檔股票我認為都可以買 可是要買嗎 我們的錢要放在哪裡 這個量夠大為什麼 不能 當然可以 這個我就有帶會員買 這樣講不算數 這樣講不算數 等會給各位看這個買進的節奏跟正確 而且我在電視上已經預告了 禮拜一選完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在盤中就講 還沒有買落後的 還沒有搭上車的趕快買 CIS封測 並了勝利之後是第一大廠 可以買國劇集團 你可以買在155到150塊之間 這個買點 你說到今天能賺多少 是賺不了多少 但那個節奏就是對的 先請廣告等我回來繼續講解 請邀請 請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我们领服台湾,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经典。 各行各业,交织成产业脉络。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联发科,这个对一般投资大众已经没有意义了。 200多,300多,400块钱跟各位报告。 这边我跟各位讲,按照经验它的分段, 每一次的分段好的买点都是要灌破或是达到季线。 我说扫破60日移动平均线会要找买点,不是停损。 这是60日移动平均线。 圆月7号我跟各位讲扫破是它的买点。 要扫破,砍起来一次还不是买点,啪下去了。 今天是平盘啦,因为外资在砍怎么样, 从这边开始,外资拉高的时候,外资在砍,砍谁的单子? 它在砍头信,这是大人在砍大人。 所以等他们打架打完了,你再经常捡便宜。 联发科绝对可以买,以它的基本面来讲绝对可以买。 你说高通跟它杀价竞争5G晶片, 高通还没有5G单晶片,手机单晶片。 它是外挂X55,摩登晶片它是外挂的, 它不是整合在系统单晶片。 我跟你讲那个性价,那个效能功率是差很多的。 说什么线破了什么,你慢慢等着看吧, 联发科我已经从去年讲到现在。 去年年初我说建议我们的法人, 你要就买联发科,错过了年底, 去年年底第四季买国具。 这个我在盘中电话连线解盘, 我不是只有讲一天而已。 我的分析都没有在讲那一天就算数的。 这边拉回,这边停顿的时候, 我讲的都是一样的。 这些预告对很多投资人来讲, 可能觉得不怎么样,普通。 你如果自己身利其境你就知道, 我是要每天讲,每天报告, 每天在坚持,一个惯性。 其实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如果它是很简单的话呢, 那每一个人买的股票对的话都赚到破断了, 就是因为它非常难, 不管你是要讲还是要去做,都很难。 因为它只要稍微一停顿, 甚至一拉回,你就动摇了。 你怎么赚得到大钱? 跟着我, 如果是加入王克力的会员, 你跟着我, 我每一年至少, 在过往来看, 都还有赚到大波段实力的股票, 我的几率是很高的, 我没办法跟你保证, 但是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我有非常好的选股能力, 我也有操作大波段的经验, 我非常多的经验。 业内来讲, 我应该是第一等的了, 其他的大话也不用多讲, 讲大话的这么多, 也没有证据来讲大话。 讯心, 这边第一次的波段买点, 大家看不太出来, 这个是买点, 再来一次又来一次, 所以股票不是没有给你机会的, 错过这一波的又来了, 买点, 你出手的买点合不合理, 你不要激光一买就出手就对, 不太可能一买就对, 130,140几到150这些价位,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基本面我懂, 我知道哪些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个股, 那我就带会员找机会, 我就会出手, 为什么? 为什么要买虚明星KY? 在盘中买的时候, 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它的关键技术, 我都说得很清楚, 上营, 谁会跟你讲说, 什么叫扫破均线纠结, 为长线买点? 是不是扫破? 你看是不是扫破, 刚好就上去, 你单看技术面来讲, 不容易去找出这种东西, 上营, 封关前来一个急行军, 因为去年所有的利空, 营收获利衰退三成的利空, 统统在这边结束, 环球金, 379出的, 啪掉下来, 再回来上去又下来, 反复都在打底, 这都是错过大破断买点人的机会, 这个我有带尊荣会员买, 我说有就是一定有证据, 没有的事情我不会乱讲, 像童心店, 这个礼拜一选后的第一天, 因为大选前, 礼拜四礼拜五两个交易日, 我认为要卖股票, 我带我的特别会员, 还有一般会员去, 红不让会员, 卖掉了一半比重的持股, 好一百万, 最少卖掉五十万, 卖掉这样销掉一半的比重, 因为我认为可能要急跌短线, 没有, 没有那我就买童心店, 因为它已经回挡过了, 这个在盘中电话连线解盘的时候, 其实我有讲, 当然我解的股票很多啦, 什么是适合我带会员买, 我会自己去做判断跟决定, 这个已经回挡过了嘛, 创高回挡非常好, 这边还有一根长红, 再选前, 礼拜三的时候, 怕收这么红, 然后就锁在这里, 这样锁, 很漂亮, 技术面来讲都看得出, 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买点, 一百五十一点五的时候, 市价敲, 大概算一百五十二吧, 为什么要买童心店? 高阶, 4800万画素, CS封测订单, 怎么样, 如何, CS, 晶圆测试重组, RW, 什么东西, 让会员了解, 为什么要去买, 你说这个有赚多少, 没有赚多少, 是没有多少, 买了以后很快就发动, 那也是运气, 可是我认为那是合理的, 怎么样, 进场点, 我再强调一次, 迷信神效是惨赔的起点, 你也不要来寄望来找我, 参加我的会员会有什么神效, 太多观众我就直接不客气的讲了, 我是好意, 你不要误会, 什么不客气呢, 你可能就是听了太多太动人的谎话, 你受不了, 你耳根子软就相信了, 也许心里有点小小的贪心, 他那个快, 你就被骗了, 实际上, 你回头看看你就知道, 奇怪, 怎么会讲这么明显的谎话, 在乱讲话的, 当时会相信, 因为有时候人急了, 情绪一来的时候, 会失去很理智的判断, 过去了, 有学到经验就好, 学到什么经验, 不要随便被骗, 股市一定有输赢, 我讲的都是很实际的, 但是你不能在那边做假, 你在电视上做假, 就等于是背叛会员, 我至少二十几年来, 我坚持绝对对我的会员怎么样, 我尽力诚心诚意的负责任, 输赢都会有, 可是我绝不骗我的会员, 良心过不去我自己这一关, 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 会看不起自己, 所以我坚持, 我不管怎么样, 我绝不骗会员, 当然我从来没有骗什么观众, 那星星47、48卖, 如果要买回来, 我说过, 就是灌破了, 等大家停损了, 就是买一点, 要不要买我会去做选择, 47、48这样卖下来, 这边嘛, 其实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在差不多45块钱, 44块而已, 过完年后, 如果真的要买, OK啊, 没什么问题啊, 真领KY143出啊, 143在这里, 12月30, 没什么卖到什么最高点, 你不要寄忘, 卖这里, 一下子量又缩了, 上来一个凹洞凹洞, 凹洞要有大量啊, 有大量的话就不要卖了, 不行, 卖, 143卖掉, 其实现在是136啦, 有点价差啦, 锐域234的, WiFi6, 一定有看头, 应该是254, 都是在这种, 看不出什么端倪的时候呢, 出手吧, 国据这就是分段的, 长波段的操作, 我相信我还有机会在, 代货员在国据上赚到更多钱, 因为过去的节奏算顺手, 得到这一次, 得到这一次, 国据可以一支操作, 节奏被我抓对了, 分段买进分段一支加码, 然后该出就出清, 你看这个330都还可以再买, 320, 这都是K线的分析啦, 预告啦, 为什么要跟上营当初比较, 我也说过基本面很类似的地方, 那种并购的实力的类似处, 这是第二段的分段, 买进的开330, 这都是盘中真实的进出价位, 买进卖出, 买的是红色卖出是蓝色, 我有时候会做一些短线去搭配, 不会就一直抱上抱下了, 会修正一些做法, 有些时候, 一次分段做的行情, 你要懂得要留的时候要拔档, 卖股票对一般投资人来讲是最困难的, 最多的一次是买了4笔资金, 买进第4笔资金, 一档股票, 国际一档股票买了4次, 乘胜追击, 做对了我就不客气了, 432买了4笔, 出掉一半张数, 约432, 420另外一半出清, 还可以出掉的时候出掉, 圆月7号这一天, 然后下来空间其实并不大, 在这边的时候我跟观众讲, 打到这边的话, 你不能再乱砍乱杀底, 打到就停住, 刚好就停住, 平均在385块, 打到最低381, 再来一次也是383, 你看差不多就在这里, 所以既然不再下去我就买了, 因为我说扫破20日移动平均线要找低买点, 我这些全部都是预告的, 我多向性的预告, 还算精准, 有没有扫破20日有, 但是扫破是要找低买点, 397, 圆月13号, 这一天, 你说这有多少, 没有多少, 卖出后接回, 当然我提供这么多的预告, 从大盘到各龙头股, 各指标股, 我也都有怎么样, 完整的预告, 我还有真正有交易的, 我有交易的证据, 可是我知道这个对很多想参加投股的人来讲, 不是我的族群的话, 你看还是没兴趣, 因为大家要的是怎么样, 那种非常犀利, 每天好像赚很多钱, 那种标股的, 我再讲一次, 迷信神效, 是惨赔的起点, 我至少敢保证两件事, 第一个我绝不会骗你, 第二个我绝对有合理的买卖依据,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互库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就